继续带领关心花莲193线到北宾外环道到花莲大桥段 行车限速低并且不一引发民怨 那么花莲县一会为此筹组专案小组 检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的上限 那么也建议全段限速能够提升并且要统一 县政府建设处表示将会演绎 依据公路设计规范从线行宽度 浩志等来做综合的考量 这场专案会议是由现议员魏佳贤来主持 并邀请了相关单位前来讨论 现议员迪布斯依赖以及杨华美两位议员 纷纷表示时常接获命重陈情 这个路段道路拓宽后道路宽敞顺畅 驾驶人油门轻彩就超过速限 而收到发单相当无奈 确实可以讨论是否能够提升速限 以利通行便利 因为这条路其实如果 它都是同时绿灯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是会加速的啦 还有就是说这条路 怎么讲 这条路上面 它有一些视线会不良的地方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你这样开的时候 因为这边都是南海几阶 南海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一直下去 然后这边呢 它其实有些巷子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如果你不是在地人的话 所以便是说我们如果是南向北的时候 那是这个这边的部分是不是 就是靠近海边的这个部分的 一些小路要岔路要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警示的部分 让人家知道说这边有个岔路 那民众也在我们福祝陈情 就是如果我们在均速限制50的时候 大概是不太可能达到啦 那所以我们那天上个礼拜 我有去现场看啦 因为我有民众来陈情 我们就去看 然后我就看了之后 我这边就在录了一小段影 统统超过50 如果说它进市区的话 我觉得刚刚卫议员讲 就是进市区的话 如果它能够到50那OK 但是在后段 它其实车子没有那么少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啊 那我们然后也有很多罚单 然后被开了大家都去缴啦 是不是吊销 对啊 就现在法规比较严了嘛 经过讨论专单小组建议 相关单位检讨提升并统一速限 很多人在开193县道 到了极安的时候 会有一些速限的问题 造成常常吃到了相关的罚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在193县道 从南滨到花莲大桥这个部分 过去是做整个道路拓宽 那整个速限也往下拉下修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能够考量整体用路人的一个便利性 跟交通的一个顺畅性 那既然公共工程已经施作完毕了之后 那可以把速限往上提升 那不至于造成民众的一个民怨 惠中也争夺了花莲市 既然向中央路道路标线 耗制以及相关管养维护工作应该统一 如何让中央路相到等级 提升至县道等级 未来甚至可以成为省道部分 一例交通的一致性 进行讨论 记者刘明顺 花莲市采访报道